男嘉宾小刘二十四岁 是一名钢琴师来自山东 女嘉宾小文二十五岁 是一名公司职员 同样来自山东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学什么的呀 学钢琴 学了多少年钢琴 十年了嘛 十年钢琴 现在做什么职业啊 在家待小朋友当老师 你们俩认识多少年啊 认识的话 应该是从2015年5月份认识的 那时候只是认识 认识 什么时候变成男女朋友了呀 两个月吧 女生学什么的呀 我是学音乐的 现在做什么呀 干那个保险 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他 小片里说他打你啊 嗯 为什么打人啊 姑娘 他太气人了 没有办法 他怎么气你啊 他有时候太娘了 我忍不了了 娘是什么意思 就做事太不爷们了 其实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一来吧 我一直就觉得自己生活在他的压迫之下 动不动就让我写检查 我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那我让你写检查是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了 你因为你犯错误了吗 我们俩在一起 我就和爷们似的 那么包容你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还不乐意了 和他在一起 他特别爱抽眉 我们俩上街 他有一个劲的化妆 化了不到一个小时 根本就不出门 那你出门不得在意在意形象 洗把脸护肤品 你想想水浅精华水 肌底液精华乳液面霜 那不都花时间吗 你出门不得挑身好看的衣服吗 不得推个发型 那不才能出门吗 那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觉得一个小时已经快了很多了 那你比一个女人还能会打扮 好不容易要出趟门了 她还问我 这样行不行 那样行不行 出门了之后就在那拍照 还都得卖萌的 我好不容易找个工作 我说要陪我去 给我加油打气 她又在那家里 就是说 我到底穿白色衣服 还穿粉色衣服 然后就磨磨叽叽的 我说那散了 我自己去吧 她还不愿意 之后导致 我去了那里 人家那边的事情结束了 根本就不要我了 那你就让我写八百字检查 最可气的是 她也让我得 一个字不漏地 给她大声地读出来 但是可是因为 她后来都找着工作了 比这个还好呢 真是每天出门 一个多小时臭美啊 现在快了 现在多长时间啊 差不多能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的嘛 好不容易 现在刚找了个工作 先请人大家吃个饭 正好 见了人家那个女老板 坐那旁边就开始说 你那脸真黄 你应该多做的面膜 多补水 来我教你 一个瘦脸操吧 就来那 就教人家瘦脸操 我当时特别尴尬 那我觉得你老板娘 当时挺喜欢我的 跟我聊得挺开心的 你太敏感了 你觉得谁都喜欢你 我爸妈也喜欢你 我老板也喜欢你 谁都喜欢你是吗 我就觉得你爸妈 挺喜欢我的 要不然那去年夏天 还能一起吃饭吗 吃饭好 那那半个天 跟我爸妈讲什么 美容时尚 吃吃吃吃吃差不多的时候 他要上一趟洗手间 去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回来 我爸说 我去看看他干什么呢 一去厕所 好嘛 那来补妆呢 那哪是补妆呀 我就抹了个隔离 那你想不得隔离 不得四个小时抹一次吗 那在饭店里边 那空气那么不好 那我万一我脸坏了 怎么办呀 还有干家务活嘛 我们俩在一起干家务活 他从来都是让我干 什么都让我干 面粉都是我来扛 你扛过面呀 扛过 我连水都扛过 就那种大桶水嘛 我们家那边没有水了 人人都是男的去扛 我倒好 我连滚带扛的 不容易啊 对啊 然后有一次我拧衣服嘛 我说那衣服拧不了 你帮帮我呗 然后他就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我也没有劲啊 那我是弹钢琴的 我的手多金贵啊 你想你整天让我在那儿 拧啊这个扛那个的 那我手能瘦得了吗 你说我要是手受伤了 怎么办啊 那你的手就是手是吗 那我就活该吃苦受累呗 还有一次 他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小水泡 非说自己怎么着了 然后请三天假要去医院 跑了两个医院 挂两个门枕 我觉得他实在太矫情了 我刚开始不也是不在意吗 本来就是一个小水泡 可是过了两天吧 它反而没好 它就成了一片的那种 在耳朵后面 我一摸还有 就是那种水水 就是有浓的感觉 那肯定我就害怕了呀 我就去 我为啥请三天假 我第一天去 我现在这万一是大病是吧 我就去挂个专家号吧 挂了个专家号 只能挂第二天早上 挂第二天早上去吧 结果一去 那专家也太不负责了 看了一眼就说 没事 皮炎说某某药就好了 我这想着 你也不给我那个咽个血 也不给我提个茧 张嘴就来这个病 那这个专家费也太好挣了吧 这要医生说 你得了个绝症 你才开心是吗 我当时就网上查了 我这个病最严重 就有可能是红斑狼疮 我还怕死呢 我这不是爱惜一下自己吗 我就有时候觉得 他活得太娇贵 有时候还像 大娘们一样斤斤计较 有一次我那个 说是屋子嘛 他爱他一个小本本 打他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一下看得真的 好惊讶呀 上面写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 让他写的检查呀 哪一天让他跪的指甲本 全这些东西 我当时感觉 这是我的黑历史啊 你不是来黑我吗 那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都看了那个本了 也不觉得羞愧 咱俩好 从好到现在吧 我一直啥事都是顺着你 依着你 你可倒好 变本加厉的 本来还是就是 只卸个检查 做个俯卧撑的 后来你动手都打我 我知道我动手打你 是我的不对 但你怎么不想想 我为什么打你呢 那不还是因为 我们有一次去吃大拍档 然后隔壁桌吵架了 然后之后到后边 直接动手了 我当时我特别害怕 我现在那你看旁边人 那些别的桌 隔壁临桌的人都跑了 我现在我拉他一块跑吧 我回头人不见了 躲得圆圆的呢 那能怨我吗 那种情况下 谁不害怕呀 你也不能当着 那么多人的面 上来就打我 打架的人都懵了 你一个身为一个大男人 你平常那不爷们也就算了 那你现在这种事物 你不应该挺身而出吗 干嘛去了 直接把我这一个人 扔那走了是吗 反正你打人就是不对 就这次就是特别严重 他私底下把我钢琴给我卖了 我那是给你卖钢琴嘛 那不是给你买了个新的嘛 你都不知道 那台钢琴对我多重要 那就跟我家人一样 那就是从小破一起长大的 你就给我私底下卖了 你跟我商量了嘛 自己就自己做决定了 你那个脚踏板都坏成那样了 都烂了 我现在能让你 哄你开心呢 我就觉得那个旧钢琴放那我都开心 他当个桌子屎我都乐意 反正总之 这两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说啥就是啥 他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的 就为了我的钢琴我要跟他分手 如上所说的全是你们曾经发生过的 对 夸大没夸大 没夸大 怎么熬过来的你告诉我 我就是觉得两人在一起嘛 就总得有一方那个学会去承受 所有的我都 你是打小就不干那些家务活吗 算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做呢 他一个男人我想让他做 他做不了 我怎么办 那他怎么活过来的呢 我哪知道他怎么活的 他应该让他是妈某吧 那这么一个男人 你还跟他在一起干嘛呢 我当然觉得他挺好的 他哪儿好了呢 这就无俩性格 按你的描述啊 这个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就算了 这大概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 有一些人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不行 但是他有承担啊 他有担当啊 你描述的这些人连担当都没有啊 你干嘛还要跟他呀 就平常我们俩就兴趣爱好也是一样的 然后对我也挺好的 也能忍我脾气 其实我脾气说实话真不好 你理解说你 他是容忍和包容你的是吗 那你干嘛打他呢 上来脾气忍不住了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啊 他说他想来的嘛 然后我就来 我就想跟他分手 他不同意 我为啥要分手啊 我都没怎么样 你为啥跟我说分手啊 那我就觉得过不下去了 你连钢琴都能给我卖了 你还什么事干不出来 确定是来分手的啊 是来分手的 不是让他调整的啊 不是 来吧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卷 你确定你的那个职业 不是化妆师而是钢琴师是吗 不是化妆师 那你为什么对化妆这些东西 这么感兴趣呢 可能是当时考艺术嘛 艺术生从小的时候经常要上台演出嘛 包括你像中考高考的时候都需要化妆 我就觉得自己画的话能省一部分 经常就是自己画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心中 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保护自己女朋友 然后有担当 好 你先把你的手放开 别背后嘛 放两边 对 好好站好了 我看你特别扭你知道吗 你站得比这姑娘还要像姑娘 你们两个人连吵架吵得都这么平淡这么平静 可想而知你们两个人这日子过得得多平淡如水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不知道是图什么呢 女孩你当时接受她的时候你看上她哪一点了 我真没想到她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她脸还是挺中看一点点的 就帅是吧 对 所以她今天要分手你不同意 我觉得我付出这么多 凭什么她说分手呀 我觉得不服气 你说出来了 不是因为爱而不分手 而是因为不甘心而不分手 对 所以这样再继续下去 你们两个人互相折磨有意义吗 你们两个人不合适 三观都不一致 三观不一致的人在一起只是耗时间 消耗彼此的这种精力 再加上我觉得男生啊 可能是从小跟身边的生活环境有关系 你让他一时改成有责任有担当的 能够帮你扛得起柴米油盐酱醋茶 能帮你搬煤气罐搬水的样的一个男人 是不可能的 对于他来说可能 他之后也是这样要文文弱弱的生活 然后呢也是要特别的惜命 要好好的导致自己 所以对你来说 你跟他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妈妈式的人物 管教 不听 我打骂 不听 写检查 大声念出来 所以你们这个不是恋爱 这其实就是一种妈妈对儿子的一种栽培培养 所以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觉得就不用在一起再折磨对方了 好不好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严老师 小伙子 你需要一个女人在你身边吗 肯定需要啊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能照顾我的 你对女人的需求就是照顾你 你能为她做什么 姑娘 你需要一个男人在身边吗 当然需要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给你什么 需要一个就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 她能给我撑伞的 然后可以接我下班的 就算如果真的让我扛水我也愿意 最起码你能帮我像一个男人 让给我扛着很多那种感觉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 从一开始她就不是这样的 对吗 对 那你找她干嘛 当时我没想到 我行字我前面这样就这样吧 没想到后边这时间成了 她已经成习惯了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她不是那个遮风挡雨的男人 你找她是因为时间很无聊 需要是没有个人让你去唠叨吗 也需要一个男朋友吗 当时想的是 需要和爱其实是两件事 我刚才问你们需要什么 你们连需要的是什么男孩不知道 女孩很清楚 但你知道那不是你爱的 爱和需要是两件事 爱是一种付出 需要是一种索取 所以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 你们是什么关系 然后今天看来你们这两年的相处 无非是一场闹剧 彼此谁都不懂谁 女孩子这个男孩根本就不是你的菜 你跟他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希望你们能各自寻找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陀老师 你们俩正合了一句生活当中的话 就是闲得闲死 累得累死 闲得之所以闲 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是因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所以偷奸夺懒 所以偷奸夺懒 累得之所以累死 是因为喜欢逞强好胜 所以大包大懒 其实男生喜欢化妆本身 活得细致一点倒没什么事儿 他最大的问题是 他太在乎自己了 一个人太在乎自己 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就不会在乎身边的人 就太自私 你喜欢大包大懒吗 索性我就什么都不干 灯泡你去画 饭来你来做 水你去扛 我索性就不做 这不像是一个爱情生活当中 一个人的姿态 我不说是一个男人的姿态 不是一个人的姿态 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恋爱 总是要各自分担一些 你什么都不分担 你作为一个男人 力气活你不干 细腻的事你也不干 你只会写检讨 那你说你谈恋爱干什么 你就自己跟化妆品 自己过就可以了 如果你非要把自己 整天打扮得像一个 非常细致的花朵 石头 花瓶 那你摆在橱窗里就可以了 你是不需要谈恋爱的 你每次都逼他写保证书 像这样的形式 已经成为他偷懒的一种主要方式 因为他知道我只要写了检讨 我该不做还不做 我该偷懒的我还偷懒 我该逃避责任的还逃避责任 所以你的那种所谓的保证书 成为他堂而皇之的逃避责任的借口 而你表面上赢得了气势 可以揍他 可以让他写检讨 可以训斥他 但实际上承担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在这 我想你应该很久没有享受过 被照顾的滋味了吧 你觉得你可怜吗 你说如果你的男人是一个强壮的男人 你可以躲在他身边 依偎在他身边享受宠爱 如果他是一个细腻的男人 他可以在生活当中细致地照顾你 但你哪种享受你也没有啊 你这叫谈恋爱吗 所以说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 两个人只有一个人付出 一个人享受 那不叫恋爱 阴盛阳衰的家庭多了去了 有很多男人他就像个女人 有很多女人就像一个男人 但是他们各自承担着粗糙 又或者是细腻的角色 但是你不可能什么角色 都你一个人承担 如果一方没有付出 整天就非常自私的 摸摸这儿摸摸那儿 把自己打扮成像浮油画一样 那你太自私了 能不能不活得那么细腻 你太在乎自己 别人就活该都应该他做 你这样的话 你找任何一个女人 你也谈不了恋爱 如果你一直这么逞强好胜 你找一个再怎么样的男人 即便是一个非常阳刚的男人 最后也会被你宠成孩子 所以你们俩做好自己 各自应该做的角色 就这样 好 谢谢 来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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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